應該為這個姊妹徵戰 這麼愛祖的姊妹怎麼可以讓她回馬西亞去呢 所以那時候二話不說 趁著沒有人在的時候 偷偷就把這個錢全部丟下去 有一次這個 有一個弟兄姊妹說 你奉獻要奉獻到會心痛 這個奉獻就對了 說真的還蠻痛的 不過我很高興那個姊妹後來讀完四年畢業 那也回到馬來西亞再來進功用 非常的喜悅 她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些人在擺上 但是她知道摸著神的愛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建造造會 在這個性情裡面說得非常清楚 這個我們不是啊 只是外面言語上 我們還需要有具體的實行 顧到弟兄姊妹們 我們不是在這裡標榜 我們在這裡多麼有愛 是啊 那個愛是活出來的 而且這愛不是出於你的愛 我們的愛是空洞的 我們的愛是不紮實的 我們的愛是有限的 但是唯有神的愛是紮實的 才能夠叫我們真正的在 照會是我們裡面德國建造 所以盼望在座的這個弟兄姊妹 都是管家們 我相信主在已過這學習 這個紀念你們在她面前的一些勞苦 也許被一些這個弟兄姊妹們 有一些不好的這個眼色 或是有一些讓你覺得很為難 很受苦的地方 但是主都紀念 這個感謝讚美主 我相信主的愛在那裡啊 就是叫我們衝破一切的限制 這個叫我們能夠更多的來愛啊 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你如果沒有真正的愛 那你很難當管家的啦 你會趕不下去啊 是不是這樣呢 但是感謝主 當然我們再來叫弟兄姊妹 叫不醒 成心都不起來 就完倒不下來 哇 你真是氣死了 這個本來要拿上方寶劍 公寧利用手我們有生活公約嘛 上方寶劍 準備要砍他兩刀 但是感謝讚美主 這個主啊在那裡啊 一直的這個光照我們 其實我們也跟他們一樣嘛 是主的憐憫 叫我們能夠在弟兄姊妹之家 因著愛把我們 這事啊這個成全起來 都在一個過程裡面 若是這個愛是真的 感謝讚美主 你就不會後悔 而且啊 真是能夠讓人家覺得說 那個真是有愛的地方 你想想看嘛 若是這個你在一個 動力有愛的地方 你活不下去嗎 你真的活不下去 但是感謝主看到這麼多弟兄姊妹 我們真的是要感謝主 那我想再帶弟兄姊妹 讀一些的經文 這個我們打開我們的聖經 我想在聖經裡面啊 讀的話是最好的啦 勝過一切世上的言語 我們來讀一下這個 約翰一書第四章 這個約翰一書的第四章 我們從第七節讀到二十一節 我們基督先讀 我們基督先讀 因為愛是屬於神的 因為愛是屬於神的 凡愛弟兄的都是從神生的 並且認識神 不愛弟兄的為神認識神 因為神就是愛 神拆他的獨生子到世上來 使我們藉著他得生並活著 在此神的愛就向我們顯明了 我們不是我們愛神 乃是神愛我們 在祂的兒子為我們的罪 做了比起的紀錄 在此就是愛了 好 親愛的神既是這樣愛我們 我們也當彼此相愛 好 親愛的神既是這樣愛我們 我們也當彼此相愛 我們若彼此相愛 神就住在我們裡面 祂的愛也在我們裡面 得了成全 神已將祂的靈賜給我們 在此就知道我們住在祂裡面 祂也住在我們裡面 我們父太子做世人的救贖 就是我們所看見 現在又做見證的 反而承認耶穌是神兒子的 神就住在祂裡面 祂也住在神裡面 神在我們身上的愛 我們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愛 住在愛裡面的 就住在神裡面 神也住在祂裡面 我們在此 愛在我們便得了成全 使我們在審判的日子 唯一坦然無懼 因為祂如何 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 我們愛裡沒有去怕 我們全都愛把去怕去除 因為去怕還有心法 去怕的人在愛裡會得成全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人都說我愛神 天啊 天啊 我的弟兄就是說謊的 我愛祂所看見的弟兄 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 愛神的也當愛祂的弟兄 這是我們從祂所受的建立 我相信在這樣的一個經文裡面 非常的摸著 老約翰啊 其實他在年輕的時候 是那樣的非常的自私 甚至有帶著分裂思想 那樣的非常的讓您覺得 沒有辦法跟他相處的人 到末了他竟然說到神的愛 我相信他一輩子 在主的愛上是滿了經歷 所以他來年老的時候 我們看他的這些書信 就滿了愛在哪裡流通 所以弟兄姊妹在這裡 藉著我們這樣一次又一次的交通 無論以後感謝咱們有在弟兄姊妹家 你們在佩搭服事上如何 感謝主神的愛啊 這個叫我們衝破一切的限制 這邊主啊 祝福我們在座的每位管家弟兄姊妹們 因為我們啊 真是憑著神的愛 繼續的忠敬老闆 你會發現啊 這個愛不是用說的 愛是活出來的 只會看不見滿了生命的神 因著我們在弟兄姊妹中間的服事 就啊能夠叫人摸著神的愛 所以通通弟兄姊妹們 我們彼此鼓勵好不好啊 因為更多的再來到這個愛的神面前 可以啊他這個神聖的愛所充滿 叫我們要來這個學期 這個服事上啊 感謝主重新得利 天主啊祝福我們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有一些的交通 弟兄姊妹們 我們有這一張 這個我們今天交通的這個護膽內容 我們待會兒再錄住這樣的時候 還會再評一下 那我們先啊把這個內容啊 先幫大家瀏覽 這個幫幫弟兄姊妹學著回去啊 這個感謝讚美主 能夠帶著小羊 帶著弟兄姊妹家的弟兄姊妹 因為他們可能有些沒有來的 我們希望啊 借著回到弟兄姊妹家 能夠繼續的照著這個交通啊 再來給他們一些提醒 所以我們看望弟兄姊妹們 在這個學期都能夠一同的蒙恩 感謝主 那我們簡單的先交通啊 第一個 關於啊弟兄姊妹家現況 這個目前高雲市有113位的 弟兄姊妹入住弟兄姊妹的家 平線有15位 彭線有5位 那我們啊這個在外面啊 請管家們把這個操練表 還有主日點命部啊 就放在外面啊 待會啊這個服事者們會去簽名啊 這個關心一下弟兄姊妹的 弟兄姊妹家情形啊 不利這個管家們 我們還是要忠信啊 這個要幫助的一些弟兄姊妹來操練啊 我知道這個各個弟兄姊妹家 當然有些弟兄姊妹是比較 稍微軟弱的啊 但是感謝主 願神的愛充滿我們 當你啊這個冒煙的時候 當你啊看不順眼的時候 跟主找到 主啊 這個我需要你的愛啊 再來充滿我啊 感謝張美主啊 我相信啊 更多的用你們應用的不是 他們也能夠啊 這個享受神的愛 那再來就是 這個我們有第二個 福音節起啊 我們受盡啊 那目前感謝主有89位 那我們啊各個學區啊 我相信已經盡力了 雖然說我們這一次受盡人數啊 不如預期啊 但是無論如何 只要我們做一個敬的人啊 主都要來敬念我們 那有些學區啊 感謝主啊 是啊比較蒙恩的 我們是不是請他們先來 有點交通啊 這個我們有高一還有家 要是不是預備 有兩個要交通 親民都會請到前面來 來高一的請位來 到前面趕快快快快 就是很簡單二藥的把你們 最摸著的 跟雄準備有效果 來來看 那不是家藥嗎 來來 我聽說有兩位 來趕快到前面 好妹 這次呢 很得提出特會信息的幫助 對 說我們要做一個正常 住在葡萄樹上的基子 對 享受他的生命 而自然的結果之 對 那在結期中 呃我特別寶貝的點 就是 給我們姊妹來在一起跟祷告 對 所以祷告實在是很幫助我 向神敞開 對 在祷告中 享受神 對 做那個生命 對 做那一道流 留經我們眾人 對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 當我們結期還沒開始 那我們 來在一起打掃會所的時候 我們就在那邊祷告 祷告祷告 就覺得很 非常的喜樂 對 甚至祷告完之後 大家就各自分頭 就去做 某一個部分的掃地 這個工作 有人去掃廁所 有人掃地 有人擦窗戶 那 有人整理 這個廚房那邊 好像是原本就講好的一樣 但其實我們都沒有 誰也沒有講好 也沒有 誰也沒有指派 那就覺得 只在聖靈經過我們的時候 就有一種 同心合意 非常甜美的光景 就這樣一個很好的開始 之後也藉著許多的禱告 保守我們一直在對祖的享受中 保守我們在同心合意的光景 裡面 也常常記得禱告 我軟弱的時候 藉著弟兄姊妹禱告 我就被點活了 所以 現在是非常寶貝這樣的禱告 當我們有透的禱告的時候 很自然的 我們就享受了生命 這個生命也就從我們流露出去了 阿們 我也是很摸著禱告的部分 我在這次高一福音節氣裡面 摸著兩個點 第一呢 就是剛剛所說的禱告 因為我們在傳福音的時候 我們每一天的心靈饗宴 就 之前有說過就是我們會做的一桌一桌的 那 就是 大概兩位弟兄姊妹會陪一位福音朋友 那其他沒有事情做的弟兄姊妹呢 她絕對不會沒事情做 她會 可以互相死個眼色 就到旁邊的小房間裡面去一同禱告 為這個福音朋友征戰禱告 那有時候呢 我在看弟兄姊妹一同禱告的時候 我就會彷彿看見了意象 就是基督已經得聖良 她坐在寶座上 像是剛被殺過的 並且萬國萬民都已經對她敬拜 所有這個各方言各民族各支派各方國 都已經來朝見她 這個人得不得救都是已經成就的事 他的拯救從永遠的角度來看都是已經成就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傳福音呢 實在不需要自己去勞力或者是刻意要她受寄 因為神已經拣選了她 所以我們這樣結果子都是神所做的 榮耀也當歸給神 那第二呢 我就看見弟兄姊妹在佩搭時所顯出的這個活力 由於我們這個學期有許多新的弟兄姊妹入住 那他們呢就在這邊非常的和我們這些老人不太一樣 就他們會跟他們的同學就是我們還沒有邀過的 他們就通通邀過的來 因為我們這些像我跟冠宇剛好同班 那我們在大一的時候就已經大概都邀了一遍 所以這一次感謝主 那這個新的就是這些剛入住的弟兄姊妹 他們可以邀到很多同學 他們在這邊非常的感謝主 就是結果子 就看見這個結果子每個人都可以 住在主裡面的 主也住在他裡面 這就多結果子 那最後補充一點呢 就是我們福音節期 高一每位弟兄姊妹都傳得很喜樂 弟兄姊妹啊 你們傳福音傳得喜樂嗎 好 感謝 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樂 這是我們脫離了做工的感覺了 完全不是在做工 完全是在享受 每天早上的成績就是多吃點主的話 那福音節期要出去扣門 要出去發單章 這些事情呢 我們都在主面前都先放下 我們就是單純來這邊享受主 阿們 記得這樣子享受主 遇到人的時候 自然把一些生命給供應出來 阿們 這就是我們在福音節期的蒙恩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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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加油的晨曦姊妹 阿們 在這次的福音節期中很喜樂 小妖們能與我們一同佩戴傳福音 阿們 人人敬功佑 阿們 並得了四位果子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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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位呢 是我一年級開學第一天遇到的 就是福音朋友 然後也是我隔壁班的同學 然後就在邀約他幾次 就是福音聚會幾小排的時候 他都拒絕我 不是拒絕就是沒有答應邀約 然後就在這次的其中 就在這次的特會 就在這次的福音節期中 就是他 就是剛好我們每個就是一組的姊妹遇到他 然後就說他 你那是晨曦嗎 他說喔 認識 然後就是他 就是 就是他那時候 就是很可愛很可愛的說 我已經放很多次 放很多次晨曦的歌子 就是沒有去去就是參加這樣 他會不會不高興 但是姊妹們就說 不會啊你來就是晨曦你會很高興這樣 然後 然後 然後他就在會怎麼很簡單的就是 讓他傳講人生奧秘 讓他不求主義必得救 對 然後就是很摸著 在福音的事上 我們需要停下自己 沒有自己的簡學 對 就是在 我就會常常在就是走在校園路上 就是遇到不認識的人 就很容易跟他傳講 但是遇到認識的人就會就是 眼睛飄過去這樣 對 但是就是在 就是 這次的就是 這次的福音節期 我有一個突破 就是 向我認識的人傳福音 就是無論是實驗室的外體生 以及同班同學 還有一起上過課的學長 阿妹 都放膽的和他們傳講福音 阿妹 阿妹 感謝主 這是我最後一次的福音節席 那 就是 其實在提出社會的時候 就講到說 我們要怎麼樣傳福音 就是 一開始就是我們的 傳福音 然是正常的 在我們的日常 我們的這個 基督府的生活 所以我就一直想要緊抓這個 想說我這次的福音節期 一定要有不一樣 一定要真正的來享受主 我才可以出去傳福音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的想法 讓我就是被困住了 因為我覺得我每次出去 我都非常的不喜樂 然後也覺得很像沒有享受主 所以我不想要出去 但是 但是 主啊感謝您 就在這周十二呢 就讀到這個 加太祖 一個經節 就講到說 基督已經釋放了我們 叫我們得以自由 阿妹 就覺得主啊 他已經釋放了我 然後叫我得以自由 那我為什麼要受這些規條 還有一些別人的鼓勵 或是說 誒 都已經最後一次了 這種規條還限制我呢 主啊 主啊 我就放膽的去傳 對 很感 寶貝就是我們 這次有帶一位福音老師 帶一位朋友授禁 然後其實 其實那個還蠻特別的 就是我先約了那個 他從上次的 就是我們就結束了 然後他因為 上次可能被推的時候 有點太 就是激烈 所以他有點害怕 可是他很願意跟我們一起有 就是 小牌這樣 然後他就帶他另外的同學來 那我們就跟他另外的同學穿 沒想到他比他 還要早受禁 然後就很感謝主 雖然他之後 受禁完之後 就有點不想要填那個 填資料表 但是我覺得 是可以繼續賠的 阿妹 感謝主在這世上都一直 這樣子 鼓勵我們 阿妹 阿妹 感謝你 阿妹 聽著信姨姊妹這樣講 我突然想到一個經節 我們來讀一下聖經 看聖經怎麼說的 這個在哥因多前書九章 十六節好了 我們從十六節 這個讀到第十八節 十六節 哥因多前書九章十六節 十六節開始讀 我若傳福音 與我原沒有可誇的 因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傳福音 我便有誤了 我若甘心做這事 就有賞賜 若不甘心 晚家的職份 卻已經托付我了 這樣我的賞賜是什麼 就是在傳福音上 我免費公益福音 免得用盡我在福音上的權利 剛剛我們的姊妹說 她是最後一次福音節起 其實我們一生都是福音節起 保羅說我們福音養生 我們一生之久 我們都需要傳福音 解果治 若是這是你最後一次的福音節起 那你麻煩大了 因為她說 凡不解果子 知子我就要給她 解去 這嚴重了 所以我們一生之久都在過福音節起的生活 福音就是我們的生活 所以千萬不要有感覺 這是我最後一次 絕對沒有這回事 這個盼望我們都是在那裡 以福音養真 不要我們傳福音反被棄絕 這個願主得罪我們 好 待會我們入住家還會再請 別同姊妹都來分享一下 我相信雖然我們獸祭的人數 這個離我們目標是有點距離 但是把那個感覺把它放在一邊 我相信雖然在傳福音的過程中 一定對主有一些新鮮的經歷 千萬不要覺得說 哎呀我們也沒收盡多少人 我們又不是Sales 我們在這裡不是拼一個業績 我們在這裡就是 讓我們看見我們是一個 與主在地上行動配合的人 好 感謝主 那第三就是提醒雖然還是一樣 不管我們的新人、網友、小羊 要帶他們操練聖別主日 按照照會的生活 跟我們談在一起 那第四個是授記吸引之後續的照顧與牧羊 那我們年晚請 因為A型流感 所以我請她在家裡好好地休息 那這一段呢 感謝他們主 待會我們可能就帶兄姊妹把它讀一讀 那第五呢就是關於我們有一些問卷 這個好不好請兄姊妹 因為他們可能有意願要收一些E-mail的 就可以寄給那個花家會姊妹 到時候她會把它連到那個水深之處 若是他們後續還可以再接觸 那請弟兄姊妹這些收集的這些名單 資料千萬不要丟掉 就像我聽到很多弟兄姊妹常交通的 可能一年級接觸了她不敞開 可能那二年級又不敞開 三年級不敞開 最後四年級就得救了 所以姊妹妹今天在主日聚會就見證說 這就是我帶得救的小羊 這個大事終於得救了 感謝張美祖 千萬不要放棄 我知道傳福音堂會被人家擺臉色或是拒絕 但是感謝張美祖 一次兩次三次 就像我常做我見證 那個當年帶我得救的那個弟兄 我拒絕他三次 我都給他臉色看 他是我同班同學 我對福音就是非常的不敞開 如果是那時候 他沒有第四次來邀我 今天我就不會站在這裡 阿妹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弟兄姊妹千萬不要放棄 阿妹 真正的愛是不會放棄的 那第六個就是我們要來這學期 提醒弟兄姊妹在統計上 還有這個點名上還是要中心 我們請聲音一定跟我們有點交通 那這個我覺得在座就是管家 或是有心的 對 那我覺得在這個主日人數統計上 雖然有一些人是特別是被設立要做這件事情 好像要配搭一點的服飾 那我覺得我有感覺的是 我每一個人都應該 進到這樣的一個負擔裡面 其實這個點主日人數的點名 他就像這個 他就是 他的裡面的負擔就是要關心人 就是 欸今天主日聚會 欸誰沒有來誰又來 如果是我們沒有這個點名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欸今天 聚人很開心 就這樣過去 可能有一些人因故沒有到 欸可能我們也不一定會注意到 但是這個點名就是 在那裡細細的查看 到底有一些 應該要出現的人 欸怎麼今天沒有來 有時候他們可能是遇到了一些環境 或遇到什麼情形 就需要有人去關心 所以我覺得 雖然這個點名 噢 是 可能特別是 在某個人身上的工作 但是我盼望 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們都要 盡到這樣的感覺 而負擔 需要關心你的小羊 到底他有沒有聯羽造會生活 到底對他的牧羊 你的 帶他 欸不僅參加小排 更需要讓他對主能夠有摸索 讓他對主能夠有主觀的經歷 使他能夠在主日聚會裡面 欸他實在是能在那裡有享受 在那裡能夠與眾聖徒一同在那裡敬拜主 對 這個負擔是我們一定要率先 我們要進入的 對 所以劉姊妹 那這個點名當然我們 是盼望做到 人人都能夠上去一點 特別 在區裡面 另外在區裡面 有一些社區的大專生 就是 他不一定是 這個我們所屬的學校 但是他是大專生 這些也需要把他找出來 也需要幫他點名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我們這個關心人 我們愛人 不是只愛我們 同一間學校的 他們是 欸每一個 在跟我們一種聚會的東姊妹 特別有一些這個社區的大專生 我們也能夠來關心他們 所以這個點名 也是需要把這些人 特別要注意要把他點上 那這個就是關於點名的交通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到這個第七 第七呢 弟兄姊妹都有這張行事例 這張行事例 那請弟兄姊妹稍微要看一下 我們有一些重要的行動 那我們要來的主要就是 3月14號開始的成全聚會 到這個15、16號的這個新生命之旅等等 待會我們再跟弟兄姊妹有一點的交通 幫我們弟兄姊妹都能夠一起的關心 我們整個的行事例的這個規劃 那再來第八項是這個 周五成全聚會的這個操練表 這個請弟兄姊妹登記 還有很多的空白的地方 空白的地方 幫我們弟兄姊妹可以多操練 若是你參加一次英語分享不夠 你可以再參加第二次 第三次 那我是希望特別是弟兄們 這個是陳同幫弟兄特別交代 當然我知道姊妹們很多英文都很好 那弟兄們會覺得我英文沒有那麼好 大概只有黃百歲比較厲害 弟兄姊妹這個特別是弟兄們 陳同幫弟兄很有感覺 就是要來的這個一點的年日 主啊若使用我們 弟兄們這個英文千萬不要放棄啊 如果他害怕這個想說 哎呀這個英文這個太差了就把它放棄了 千萬不要這樣 有一天主可能需要借著弟兄們在各地啊 用英文再來禁止 我們的彭展中回來了 感謝讚美主 這個他在肯亞嘛對不對 在那裡啊這個議診 也在那裡傳福音跟當地的弟兄 一起的喜樂的過照會生活 是不是啊 這個跟他們有點接觸 我现在看若是他的英文不好 他怎么能够这样还跟他们有相调 好不好就鸡铜鸭讲 只会说Hi,Hello,Hallelujah 这个是不够的 这个现在是新人的时代 这个请丢 我看大部分的姊妹填 我希望弟兄们多填一点 若是你没有填 我待会帮你填 这个我现在要求弟兄们 要好好地操练英文 我再说你们现在不操练你一定后悔 不要想说我以后去中国大陆就好了 没这回事 这个我们在这里应该要有一个感觉 要好好地操练英文 所以这张上次有人建议说 因为贴在那里没有人知道 所以他建议我就拿在这里 大家赶快发 请那个管家全部填 一定要填进去 没有填大家全不值得帮他全部填上去 一次两次都没有关系 这个大家好好地操练 感谢赞美主 这是我们受成全的机会 能跟他有成全胜苦 所以最好的成全就是在成全机会里面进攻又 而且现在我们感谢赞美主都把它录下来 有一天感谢赞美主 你毕业多年以后 这个有孩子 你的孩子看到YouTube 哎呀我爸爸在那里 操练英文 看多好啊 对不对 感谢赞美主 看完佣子妹我们一起写神圣的历史 感谢赞美主 好那第九个要来的很快的这学习以后 有一些佣子妹要毕业了 我们要选立毕业聚会的总管 记得要做海报 我想问一下 请那个要今年毕业的毕业生请站起来 哦还不少哦 这个将近二分之一啊 OK好谢谢谢谢 那待会 那个师傅请那个秉琪 跟那个宣佑你们选立一下总管 不然就是你们当总管好了 这个一起有点预备 你们要开始做海报 若是你没有照片很简单 今天大学组我们的亲爱的摄影组的姐姐妹 照很多照片 绝对会有你的哦 一个都跑不掉 就下载一下可以开始做海报 还有你的声音稿 那我这次这个毕业生聚会 我想稍微改变一下方式 因为以后我就邀一些弟兄们来交通 那这个就有大概六七位代表交通 我这次有点感觉就是 我希望开放啊 让越多弟兄姊妹做见证越好 所以说毕业弟兄姊妹都要预备啊 你们要预备声音稿 我这次希望让多一点弟兄姊妹 因为这是你们 我知道各照顾区 各小区可能也会问你们办 但是啊这个全照会了就这么一次 我希望你们一起来做见证 把你们所经历的 这个在那里一起跟弟兄姊妹分享哦 所以海报 那你们要报诗歌呢 你们自己决定啊 因为我们试了几年 有些弟兄姊妹发现好像有点困难 那如果难度太高就不勉强啊 但至少这个海报 你总要预备 声音稿要预备啊 那中管们稍微要有点考量 那第十个是新生命自己的报名啊 目前有九十二位 九十二位啊 请弟兄姊妹要有点预备啊 那这个怪试风交通啊 我们待会再稍微提一下 这个我们希望啊 这个虽然我们这次受计的没有那么多 也没有问题 已过有受计嘛 已过受计很多 希望啊这些亲爱的兄姊妹都一起来参加 那你不要觉得说 哎呀那每年都一样 而且还讲到要大堆接力勒 我的天啊 很多人都不想大堆接力哦 这个你跑最后也没有关系嘛 这个重点不在那个奖状 重点是让你们跟这些弟兄姊妹调在一起 千万不要觉得说 哎呀这个我们老若残兵绝对是输的 千万不要这样 这个是为了大家相调 感谢主 虽然这个弟兄姊妹的情形都不一样 那调缴总是很使乐嘛 这个不要觉得说 哎呀这个都一样 不一样哦 人不一样嘛 就鼓励中准备要一起来报名 这是费用哦 这个打五折 只有一百块 非常便宜 其实那多少钱啊 但是啊 鼓励中准备一起来 那这一次我们饭食主还跟 这个我建议啊 这是要吃寿司哦 你们有看到脸书吗 哎他们啊 这个还放了那个制作的过程啊 哎这是要做寿司 自己做自己吃啊 感谢赞便主 大家拭目以赖啊 这要做完自己不敢吃啊 感谢主 我相信会很喜乐 现在大学书的脸书呢 自己去看啊 然后第十一啊 我们啊这个五月应该还是有全街训练中心的开放日啊 所以啊这个有心愿愿意啊去参加开放日了 我们这次应该这个时间没错吧 我再猜每次的五月第一个礼拜六 那我们这次有很多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参加训练 像周初贤啊 还有穆轩啊 还有还有谁 怡琳姊妹啊 反正很多弟兄姊妹啊 这个我们可以有机会一起去 这个看看他们 相调相调 为他们祷告 第十二这个其中还有其末特会的一些规划 尤其是户外景点 那目前我们有考虑 甚至有在考虑说要去日月坛 诶姊妹对日月坛有没有兴趣啊 有人摇头 这个我们是公开的交通 所以你也不要觉得说 这个不想去也不想 也没办法 没有没有 这个大家就交通 或是你有更好的建议 只要这个我们财务商各方面来得及 我们就可以去 那我们去过几个地方 建议小琉球 小琉球 其实我蛮想去的 但是你知道 办一趟小琉球要多少钱吗 现在大概有两千五 我问一下 如果是两千五你可以去的举手 那大概只有财主可以啦 我是真的很想去 还有人建议我去那个马公 马公我也很想去 我也很想办 因为之前想办 但是你现在去马公大概要五千 那我们这个大几个丁姊妹在财务上不见那么宽裕 所以我都不敢办 那没有关系 我们刚有什么四月四号到四月六春假 五月一一号劳动节 五月三十一六月二号章五节连假 各个学区你如果财务商来得及呢 可以啊这个有点的规划 那总的我怕说这个五千块 那这个弹劾容易 这个可能不太容易 但是感谢赞美主 我们多多多为这个祷告啦 或是我们中间有什么 也有盖茨或是贾博师 感谢赞美主 你就爱言所有的 所有高丁宏大专丁姊妹 那我们就太喊 哈利路亚了 为这个祷告 为这个祷告 我们在这有一些医生的 我们需要一些金主 感谢主 这个我们现在专业姊妹 也要为这个祷告 那这个第十三 我们这次要追求 秦末特卫的书报 就是这本全品与顺服 我想问一下 你有从头到尾读完的 请举手 你曾经从头到尾读完过一篇 哦 有一个 不错不错 这个总共有几篇你知道吗 你再读一遍好了 总共有十一篇 那这个是尼托森 很早期非常早期的书报 那这也是非常的经典 其实我蛮考虑要不要读的 因为我之前都有考虑过 这是65年前 尼托森丁宏讲的 但是后面有一些 弟兄姊妹有一些有野心的弟兄们 他就用这个去牢笼 一些圣读所以拿来读 所以我也是蛮考量说 要不要用这个来读 我怕弟兄姊妹 这个没有在一个正确的领位里面 会这个想走到另外一条路去 我们读这个不是为了要 像这样的侠管人 作王侠管人 我们在这里来是学习 这个顺服在元首基督底下 那这本书报是太重要了 因为我觉得你们没有读 我觉得也是对不起你弟兄 所以盼望我们真是恐惧占尽 盼望我们在正确的邻里 带庸子妹来读这本书报 所以盼望庸子妹一本才70块非常便宜 盼望庸子妹都能够来购买 才11篇而且你看这么薄 这个我才花一天我就把它读完了 我已经读了好几遍了 盼望庸子妹其实很简单 但是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 也非常的实际 盼望我们就在这个十四的画下受成全 盼望庸子妹都能够来购买 然后这个到时候我们会请庸子妹 一起操练齐末特会的时候分享 顺便讲一下 那个齐末特会 目前我有请盼翔丁 调查一下 大体的丢子妹都是会参加第一批 那有几个学校 像福音、正修、家药是第二批 好像只有四个学校 中三,中三是第二批吗 中三是丢子妹 赵安丢 是第二批吗 中三是有人可能会参加第一批 我是这么考虑 假设第二批人真的很少 我可能不会勉强办